360行,行行出状元,在任何一个领域里,都会有显山露水之人,出色的表现和成绩,是他们向别人炫耀的资本,无怪别人怎么说,你的优秀只会成为他人极度的点。 今日,NBA常规赛一如既往的火热开展,金州勇士队在主场迎来篮网的挑战,在赛前热身系列时,勇士队的核心领袖杜兰特在接受采访时,说出了一番引起外界热议的话。 据报道,当记者问杜兰特,关于自己这个赛季目前还在MVP榜前三的位置怎么看时,杜兰特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,他现在已经不在乎任何个人荣誉了,杜兰特表示,我早已经不在乎那种个人的奖项了,要知道,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多拿几个总冠军,这也是我目前所正在追求的。 众所周知,杜兰特是在2016年的夏天,从梅庭转入到勇士的,并且,在2016-17赛季,杜兰特仅用了一年的时间,就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总冠军,而且还由此获得了FMVP的荣誉称号。 在当时杜兰特加盟勇士的这一决定,被广大球迷认为是投敌的行为,毕竟,在15-16赛季西部总决赛上,雷霆在3比1的情况下,最终遭到了勇士的逆转,而之后,杜兰特就加入了勇士,很难不让人想入非非,不可否认的是,去哪支球队,是每一位球员的自由。 对于现在为勇士对效力的目标只有一个,NBA总冠军,杜兰特直言道,像我这样级别的球员,无需再用MVP来证明自己了,这对我而言,本来就无所谓,在这个联盟,每个人都知道我有多出色,当我上场时,我更在乎的不是对手怕不怕我,而是球迷会不会为我的恐怖而摇脑袋。 杜兰特最后补充道,值得一提的是,此前在全明星赛之际,杜兰特和詹姆斯就一同善过一档台访类节目,在节目中,杜兰特就反复说过,他和詹姆斯已经是这个联盟最强的两个人了,对于詹姆斯而言,由于黑他的人太多,所以他每次说话时都是收着点,可想而知,如果詹姆斯也说出今天杜兰特说出的这番话,那么效果又会怎样呢?罗掌柜HCW 罗掌柜HCW